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你解救我 給各位報告 因為我在台北做教育訓練 所以我在台北在上課 基本上全部都是用北京話 所以我北京話講得很標準 但是台語從頭到尾講兩個小時 我沒有辦法 所以我盡量國台語穿插 但是北京話可能會多一點 從北京話開始講 其實我是道道地利的台灣人 從小學 我從小學 我的那個 我們那個時候不是 藥家庭不是有穿到的那些故鄉 他不是說三個公 不是在什麼 我們在聽三個公在那裡講過 我家三個公真的是 真的是從日本回來 從小就開始跟我們講過 那時候就一直跟我們講 國民黨是騙人的 一直跟我們講 我們是日本人 聽不懂 真的聽不懂 尤其是那時候念小學 我那個時候念小學 進到國小 第一件事情 不能講台語 老師講的 老師那時候在台上講北京話說 都不能講台語我們還聽不懂 老師你在說什麼 罰錢 老師你在說什麼 這股都要罰錢 因為你說台語 有這種經驗 舉一下手好不好 還蠻多的 好手放下 表示有這種經驗的年紀 都跟我差不多 沒有這種經驗 年紀都比我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也要罰錢啊 我們還要被打 對啊 那時候我們小妹子 下課都會跑來 說國華國給我發錢 要怎麼樣 真的很驚慌 那時候很驚慌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講 從小到大熟悉的語言 對 就是 跟阿公阿嬤說話 跟爸爸媽媽說話 奇怪 怎麼會發錢 我們到底哪裡做不到 感謝我們那個手機在提醒我 我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9點10分會下課 然後在上課的中間 麻煩各位 我講真的 我們要學習 我們是日本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日本剛開始有手機的時候 他們的地鐵上面 他們的公車上面 他們的火車上面 也都會有手機響 可是大概半年的時間以後 日本人自動的手機 一上公共的單位 手機就會關靜音 所以你聽不到 我們有很多日本回來的朋友 他們到回來台灣習慣 還是一到公共廠 手機一定關靜音 尤其在聽演講的時候 我跟各位報告 一個講師 他是花很多時間去準備 台上3分鐘 台下要10年工 他要花很多時間去準備 準備好 今天要跟各位講的課題 所以我希望各位 每一堂下課 回來之後 手機一定一件事情 關靜音 因為你會打斷他的思維 那講師如果 從頭到尾在講的時候 他會很容易 岔題離題 或者不知道接下來要講什麼 在美國看電影 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美國看電影 結果有一個 男女朋友在那邊發簡訊而已 發簡訊 簡訊在那邊滴滴滴一直響 旁邊就有人 叫他不要再吵了 因為電影已經開演了 他不聽 繼續發簡訊 這旁邊有個退休的警察 受不了了 他在看電影 拿起槍來就把那個人 一槍就開下去這樣 大家都不用看電影了 都不用看 因為當場就被那個 退休警官開槍打死了 那退休警官 真的脾氣也太暴躁了 但是我跟各位講 真的拜託各位 我們每一堂上課 我們要開始展現我們 是日本台灣人的我們的風範 所以每一堂上課之前 要上課的時候 慢慢把手機關機 這樣好不好 謝謝各位 真的台上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我的個性比較內向 從小就很內向 然後呢 我媽媽 在廣播電台做節目主持人 她就覺得說 再這樣內向下去 會交不到女朋友 會沒有辦法 跟人正常的聊天 她開始訓練我演講 訓練我朗讀 那對我來講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真的很痛苦 那時候小時候 我也會帶我去高雄 聽信蓋生演講 看信蓋生在台上這樣 口沫橫飛 然後講的真的 非常的輕鬆 對我來講 第一次上台演講比賽 國小三年級 真的起立說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上個頭 頭一下拿起來 背很久的稿子 都不記得了 就看著老師 看著台下的所有的那個同學 三文堅 老師說好 你可以下台了 這是我第一次上台演講 照道理 我媽在台下看到 照道理這樣 我是不是解脫了 我三文堅 我剛剛也要講幾句各位 因為我媽媽又叫我上頭 我第一次講完上頭 我真的不記得我都要講什麼 然後她就叫我再點一次頭 我又是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起來又不記得了 如果這樣你還會逼你的小孩嗎 要是我我不會 因為我小孩子上台這樣 走到這樣腳一直刺一直刺 我媽說 這樣你表現你練習不夠 四年還要比賽 每天早上五點多 帶我去我們修古鑽石 我住在華蓮 向你修古鑽石旁邊的酒頭 你把酒頭動作 你們現在所有的觀眾 開始背 600字的文章 我差不多背 應該有超過100遍 背跟滾瓜爛熟 嘿 對著石頭講 三文堅 結果第二次去比賽 也是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各位猜猜看我這次有沒有講到內容 有啦 不過有說 不過三文堅奇怪 去台電話說很快 一分鐘就說完了 在台下你背 平常是在背 所以我不是一個比賽型的選手 我上來 要跟各位分享 我會準備很多的資料 像我昨天一整天 每一次來跟各位分享 我都大概禮拜五的時間 我會花一整天的時間看資料 看完可能 可以講十個小時的資料 上來跟各位講兩個小時 還有融會關通 所以 從這裡跟各位報告 能夠站在台上 每一個講師 他真的都是很用心 準備給各位聽 各位今天 會一整天的時間 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們接下來潘老師 他比較年輕 所以潘老師的那個 圖片比較多 影片比較多 各位看起來可能比較輕鬆 然後把我排在第一堂 是因為我講的可能 比較枯燥無味 所以把他排在第一堂 讓各位 可以比較有精神 集中來聽聽看 什麼叫做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我們今天第一堂課是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戰爭史 跟世界戰爭史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什麼差別 他們的分水嶺在哪裡 下午呢 我們會看那個 徐格林 徐老師會跟各位講 台灣史的解碼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 我要讓各位知道 我們家從小 都很支持台灣獨立 所以從小 我媽媽對我的 她對我的期望就是 我去選代表 再來選議員 再來選委員 我們都知道 代表是正名代表 再來是縣議員 再來是立法委員 他希望我從政 好險我沒有從政 如果從政以後 我的腦袋 就會越來越僵硬 我後來去學 是在學注意力 我請教一下各位 你們從國小 開始念那個 中華民國的教育 你們學的歷史 學的地理 學中國歷史 學中國地理 學的這些 突然有一天 有人告訴你 台灣 剛才有台中一個說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沒有台灣是誰人的台灣 你聽了會不會很差異 聽了會不會很困惑 我第一次一年半以前 大概一年七個月以前 我跟各位坐在台下 我坐在台下的原因 不是來上課 我是來找找看 他講的話有什麼漏洞 因為我回去過年 去年的我回去過年 我爸爸跟我說 台灣人不是台灣人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說奇怪 我爸爸不是小人都說 台灣要獨立 哪有時候跟我們說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又跟我說 已經帶我大女兒去上過 台灣民政府的初級班 過年前 我聽了真的很訝異 因為 我們小時候是這樣 為玉米 走到高雄去聽信蓋生演講 只要高雄贏 因為我們花蓮是 那個國民黨的天下 怎麼選都是國民黨贏 所以那時候信蓋先來 我們花蓮選那個委員 也是有我們的功勞 就是一直 拜託他來我們 開拓我們這個黨外的那個荒地 我們這樣一直往高雄跑 每次這樣去到那裡 這樣子捐錢 出錢出力 然後黨外的報紙雜誌 全部都在我們家裡面的禁書 問到我覺得衣櫃 裡面不是裝棉被 裡面全部都裝黨外的禁書 然後每次我都覺得 奇怪 每個月 小時候不懂 爸爸帶我到書報攤 然後為什麼人家那個書報攤 都要從那個很奇怪的地方 拿出很奇怪的雜誌給我爸爸 都不是擺在架上 因為那都禁書 然後回來就會跟我叔叔 他們一直在討論 他的態度怎麼會有180度的翻轉 我又是學注意力的 當我知道說 當一個人他的注意力 很固著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從小學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從小到大學 你就會很根深蒂固 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不會對這句話 有任何的懷疑 天經地義的 我請教一下各位 我們做一個開場 我請問一下各位 你相不相信 江山一改本性難移 大家都點頭 相信的舉手 相信江山一改本性 好手放下 尤其那 老婆 對老公 比如說結婚十幾年以後 經常說你這個死人構成 這就是江山一改本性難移 最好的表真 那你常常會不會鼓勵小朋友 只要功夫下的身 鐵楚磨身 繡花針 只要有心 只要有心去做 沒有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對不對 你們相信這句話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相信的舉手 有很多人舉手 有很多人舉手 我請教一下各位 江山一改本性難移 跟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這兩句話 是一樣的嗎 是矛盾的嗎 不一樣 江山一改本性難移 意思說這個人 改不掉了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願意改 你一定改得掉 你都相信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你都相信 可是很矛盾 所以你的人生 在美國 老師第一次告訴我們 你的人生 煙腕就是 一腳踩油門 一腳踩煞車 一起踩 同時踩油門 跟同時踩煞車 會怎麼樣 你又不是賽車高手 你下次有機會 在空曠地方 我去試過 因為做老師 我們一定要自己 親身去經驗 這是我們老師 告訴我們的 學做交傳 所以我就那時候 到賽車場 我就一腳 因為賽車場 開別人的車 不要開自己的車 一隻腳踩油門 一隻腳踩煞車 同時用力踩下去 會怎樣 還好沒有翻車 因為我油門沒有踩很快 我先踩煞車 然後再一直踩油門 他就會開始 因為你的煞車煞住了 然後油門又一直在踩 他就開始冒煙 開始原地一直轉 當你的信念系統 你頭靠裡面 有衝突的時候 你相信江山一改 本性難以 你又相信 只要功夫夏德森 鐵楚磨神 繡花針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新人 你就在踩油門 又在踩煞車 這是信念系統 所以去年 當我還相信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時候 我爸爸突然告訴我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不是台灣人 他告訴我我不是台灣人 我說我不是台灣人 我本來想要給他吐槽 說我爸喜歡台港 我本來問他說 我不是台灣人 你也不是台灣人 因為我是台灣人生的 我不是台灣人 我爸爸媽媽都是台灣人 都是本土台灣人 我是他生的 我可不可能不是台灣人 所以不要媚人家 像你傻的 你傻的 你不要媚 不要這樣媚 因為 他是你生的 你傻的傻的 你傻的傻的 你是誰 傻的 傻才會生的傻 所以你不能這樣媚人家 我生了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現在我們爸爸如果媚人 我說你 講到不會媚人 你不能這樣媚 所以我要 那時候我要跟各位分享 我爸爸這樣在問我的時候 我第一個很好奇 然後我第一個就問他 因為我們遇到詐騙集團太多了 我們常常在學生 遇到詐騙集團 要怎麼樣 詐騙集團運用你什麼樣的心理狀態 那是一個很好的課程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我爸講 我就跟我爸說 你帶我們大的女兒去上課 我大女兒已經大學三年級了 他帶我大女兒去上課 說是怎麼來討論上課 你怎麼會不會來跟我說 因為我 我就住在這附近 你們兩個上課 住哪裡 住在中央 住在中央 上幾天 三天兩天 上完 他說我們還要去上國基班 過完年我們要上國基班 過完年 我那時候第一個想法 遇到詐騙集團 因為他講的東西我都沒聽過 通常會這樣子 人在信念系統 第二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你的信念系統一直在打結 你有很多恐咕哩的想法 第二個階段就是你會感覺到很錯亂 現在到底他們是在說什麼 我怎麼都聽不懂 一樣都在講北京話 為什麼他講的我一句都聽不懂 什麼國兵飯店 不是國兵的房客 講的都很繞口 問我要怎麼正面我是台灣人 我們爸也很聰明 可能上課都有聽老師認真 你講 不可以回來 跟你們很幼稀的兒子 在這裡跟你們說話說話說話 你說話說話說話 他就說你剛才有詐騙集團 他剛才沒有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不會來 拜託各位 上完課以後你們很專業 但是你們要像老師很有邏輯的 一條一條的講給你兒子女兒聽 或講給你朋友聽 保證你講不清楚 你上課聽了 上課這三天兩夜 老師跟你講一百趴的內容 請問一下你回去吸收多少趴 你能夠記多少 等一下我講的內容一條一條列出來 我不相信你能夠百分之百記得 科學家驗證 一百趴的內容 上完課以後大概剩五十趴 你記得一半就很偷笑 然後呢 你再去跟朋友講的時候 大概只剩下一成 你會講得粒粒粒粒 所以你不如引起他的好奇心 讓他來上課 讓老師有系統的講給他聽 你跟他講話喝茶聊天 他會跟你抬槓 他會用他過去的經驗 他會用過去的想法 來反駁你現在學到的新知識 這就好像 我舉個例子 你去清朝 如果假設有時光機器 你回到清朝 你跟清朝講說 未來的世界 從中國到美國到歐洲 不用走思路 做飛機就好了 他會怎樣 你去跟古代人講說 飛機電視 不要多 你跟我們講就好了 我出生的時候 一直到國小 都還沒有電視 也沒有電話 現在的科技 你跟我們以前 十年前的我們講 這樣我剛退伍的時候 剛從軍中退伍 那時候還是BB Call 我們在做業務 都帶著一支BB Call 行動電話 對我們來講 連聽都沒聽過 有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 帶行動電話 以為他帶著一隻怪物 我在路邊看到一個人 帶很大的機器 一個很大的鐵箱 然後背著一個很大的東西 我說那個人在幹嘛 我們愣在那邊 在台北市 他帶行動電話 外大支你知道嗎 不是黑金剛 是大的 最早第一起的大的鐵箱子 鐵箱子 他提著在路邊 他說這是最新的科技 叫行動電話 各位知道 電腦剛出來的時候 電腦我多焦貴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學校 剛出來的時候 電腦 他要維持室內的恆溫 要吹冷氣 然後一台比一台比較大台 尤其學校的電腦 都是人家太舊的 王安 各位有聽過王安電腦公司嗎 我們學校那時候是王安 電腦外大 打到這樣 真的很困難 我們進去教室 一半是電腦 一半是我們的桌子 桌子椅子 他非常大 然後都要一直吹冷氣 因為電腦不會散熱 電腦要吹冷氣 這都是過去 各位很難想像現在輕薄短小的時代 現在十倍速的時代 我再請問一下各位 知道台灣一年 台灣一年 你出多少本書你知道嗎 台灣一年 超過三萬本 你如果一天 賺一百本 一年多把台灣 一年出的書把它唸完 所以為什麼要閱讀 我很多的資訊都來自於閱讀 閱讀要成為 真的要成為一個好的習慣 好 我們從去年開始跟各位講 那時候 我來上課 那兩天三天 我非常認真的在找 在找 就我專業學到的 他的問題點在哪裡 而且我也親自去問秘書長 後來我有機會 跟我們政治局的這些大學生們 有機會跟他們切磋互動 也是在這裡 大家一起上課學習 我有機會去教他們 跟他們分享 我有我的專業 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我們在分享的過程裡面 發覺法理台灣 無懈可擊 不用再談政治台灣 不用再談情感台灣 不用一天到晚想要台灣 可以走出國際社會 可以獨立 為什麼從這裡開始跟各位講 我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從這裡開始談 台灣地位正常化 我請教各位 台灣地位現在到底有哪裡不正常 台灣現在我們反過來想 台灣現在到底有哪裡不正常 台灣正不正常 你們看起來每個人都很正常 好 台灣不正常在哪裡 台灣的全體的本土台灣人 都得了一種病 這是郭鴻斌 郭老師講的 我們全部都得了一種病 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各位報告 有一個在國外有一個小朋友 他真的從小被人家搶 搶匪綁架 綁架之後 他跟那個搶匪在一起生活 那綁匪把他當女兒再養 長大以後 那個小朋友覺得這個綁匪對他很好 他明明知道這個綁匪 綁他跟他要跟他爸媽要贖金 但他長大之後 他嫁給那個綁匪 最後還幫法官跟法官求情 這是我老公 他是一個好人 這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他被那個搶匪綁架之後 經過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他不會覺得綁匪是一個壞人 那綁匪那一輩子 就做錯這麼一件事情 接下來都對他很好 所以他後來把那綁匪當作好人 請問一下那個綁匪 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請問一下各位 壞人 在各位眼睛裡面他是壞人 他怎麼可以拆散人家 這麼好的家庭 有爸爸有媽媽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本來是一個很幸福美滿 結果被綁匪綁去了 把他當女兒養 養到最後還養成老婆 還跟他生了小孩 69年前 美國麥克阿瑟將軍 派了一個人來管台灣 那個人不是蔣介石 他派了陳怡來管台灣 順利人來管台灣的軍隊 他派他們兩個來 結果呢 暫時管理台灣 暫時統治台灣 統治了十年二十年 突然所有的本土台灣人覺得 他是一個好人 開始為他當兵 開始為他繳稅 開始為他賺錢 賺錢給他花 然後他一心一意想要把錢 累積的 把錢準備好 要反攻大陸 把錢都存在國外 然後呢 經過69年之後呢 你還要跟他一起上國際法庭 我們要重返聯合國 誰要重返聯合國 是他還是你 他嘛 他有沒有可能重返聯合國 我們很多本土台灣人 我們的 以後有機會上到莊明熊 張老師 他真的那時候不了解嘛 所以每年都跑到 世界衛生組織在那邊喊 我們要重返世界衛生組織 任賊做父之後 還在幫他算錢 這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本土台灣人經過69年之後 都搞不清楚 台灣到底有沒有地位有沒有正常 我們從法理上來看 日本最近踢世界盃足球賽 有看日本去踢的舉手一下 看日本對踢的 你們都不是日本 有看日本對踢 我們是日本隊 各位知道我們是日本隊嗎 不知道 我們有參加世界盃 各位都以為世界盃跟我們沒關係 但是跟中國沒關係 中國連32強都打不進去 但是我們有打進32強 我們是世界前32強 我們是日本隊 那個從去年的1月 我才開始改過來 因為從小三個公里跟我們說 我是日本人 我聽不懂 因為那時候我相信老師講的 老師說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的 什麼 我們的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和的文化 發源 發源 在大陸 在那一個山頂 這是我們小壽念的歷史 他用語言 他用文字 一直不斷地改變你的想法 讓你不清楚你自己是誰 但是世界各國的人都很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因為我們的奧運代表隊叫做什麼 中華台北隊 如果是日本隊就日本隊 中國隊就中國隊 你有聽過奧運代表隊叫中華台北隊嗎 還說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奧運代表隊為什麼不能放中華民國國旗 為什麼要放五環旗 奧運是最好宣傳我們中華民國的地方嗎 結果都沒有辦法宣傳 為什麼一直都切身為名 我們從這裡開始談起 剛剛秘書長有在談 1895年簽訂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大日本天皇 跟那個大日本天皇 跟大清帝國的皇帝陛下簽的條約 對不對 對嘛 他哥讓台灣澎湖 給日本嘛 給日本天皇嘛 這叫條約 那我請問一下各位 為什麼 為什麼下關條約簽訂了10天之後 馬上再簽訂一個叫做遼南條約 各位知道嗎 要去看台灣戰爭史 戰爭史上面都有寫 我們的官網 左下角有個台灣戰爭史 請各位回去以後 要嘛你就買書 要嘛就是回去每天一篇 增加自己的專業知識 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要了解台灣的歷史 當初台灣跟澎湖在1895年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十天之後 馬關條約 重新訂一個新的條約 後令押前令 新訂一個遼南條約 各位知道遼南條約定什麼嗎 遼南條約裡面定定說 之前 之前 中國割讓給日本的遼東半島 還有台灣澎湖 只割讓台灣澎湖 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不給日本天皇了 這個機關 他當初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這兩個是一樣的 簽訂是 把台灣澎湖 中國的遼東半島一起割讓給澎湖 那為什麼十天之後 單獨簽訂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台灣澎湖 繼續割讓給日本天皇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 這一個遼東半島 就是 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不能割讓 而為什麼1895年 這個時候就不可以割讓 為什麼在1830年之前 他要怎麼割都沒有關係 他要割藍尾 要割哪裡都沒關係 他要怎麼割都沒關係 為什麼 1830年拿破崙戰爭之後 國際就有戰爭法 戰爭法規定第一個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從那個時候開始 佔領就不能移轉主權 如果這個土地是某個國家 神聖不可分開領土 佔領就不得移轉主權 如果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如果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現在世界上誰的土地最多 美國美國 美國只要欠人錢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去人打 打贏他就變成錢了 我用後路的說 他比較聽不懂 因為我們網路上都會直播 美國那時候西班牙戰爭 美國跟西班牙打美西戰爭 他本來欠西班牙很多錢 他打贏美西戰爭之後 西班牙他不但不用還錢給西班牙 西班牙還把四個土地割讓給他 哪四個 第一個關島 第二個菲律賓 第三個古巴 第四個 現在他最頭痛的 叫波多黎各 菲律賓後來獨立的 古巴也成為共產國家 關島一直都是美國的 那波多黎各呢 美國的憲法規定不能成立第五十一周 所以波多黎各到現在 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 他不用繳稅給美國 他有美國的軍隊在保護他 然後呢他也不用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周 他公民投票他也不要獨立 他每年就是這樣盡賺美國的錢 他人民很快樂 如果這個波多黎各套到台灣 你要不要 有美國的軍隊保護你 不用繳稅給美國 然後每年跟美國做貿易都不用稅 賺賺他的 賺 我們就是貿易不贏 贏的 美國現在擁有非常多的土地 就是因為1830年之後 1895年是在1830年之後 還是在1830年之前 之後嘛 所以1830年之後 開始國際上就慢慢的有完整的戰爭法 那可以給我給他們看一下 完整的戰爭法是什麼 第一個叫做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也就是說他占領任何一個國家 都不能把那主權變成他的 戰爭法 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約 日內瓦和平公約體系 跟國際紅十字會總章程 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1940年美國陸軍總統有關戰爭法的會編 跟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這些加起來叫做戰爭法 他們有一個公約叫做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所以 那時候日本打敗清朝 清朝他可以割讓台灣澎湖 但是不能割讓遼東半島 因為遼東半島 是他神聖不可分開領土 那台灣跟澎湖呢 是他的殖民地 殖民地 好 這不用操了 你上網多少 可以再給他們看 應該都有看過那條蚯蚓 下尾會看得到 清朝那時候殖民台灣 他在殖民台灣 到底殖民多少 這個叫做 日清 馬關下關條約 這個叫做 這個 各位 這是哪裡 各位知道嗎 是台灣嗎 台灣的一半 有一半不見了 清朝那時候 他在殖民台灣只有殖民 這旁邊的六個郡 六個 他沒有完整的佔領台灣 因為他不敢 中國人很怕死 我們以前郭宏斌 郭教授常常在講 我們說 我們自己 台灣人是怎麼 怕死 愛錢 愛做官 對不對 那不是啦 那是中國人 我們奔透台灣人 我們白不足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平埔族 過去光榮歷史 我們有一個大度王朝 各位去看一下過去的歷史 我們那時候跟荷蘭人 我們跟荷蘭人 也跟他們簽訂那種條約 然後對鄭成功 我們是打死不退 跟鄭成功有激烈的戰鬥 這是我們大度王朝 我們有個大度王 你去旁邊 我當然可以找到我們的 希拉雅的那個以前的 過去的歷史 所以那時候清朝人 他們是怕死 愛錢 還要做官 我們不是 我們是敵國掛菜刀 這是真的 我們是竹竿 然後拿著那個菜刀 然後跟他拼這樣 所以呢 他始終佔領這個沿海地區 他沒有辦法佔領右邊的高山 花東地區 他沒有辦法佔領 因為那邊都是非常強悍的 粗草族 統稱粗草族會砍人頭的 然後把人頭當做他的那個 把他人頭縮小 掛在脖子上當項鍊 對啊 那是高砂族 所以他沒有辦法佔領 那叫殖民地 所以呢 殖民地 根據世界各國的條約 殖民地 像意大利對索馬利亞 他是殖民地 所以他放棄索馬利亞殖民 他只要放棄他的title跟right title跟right 他只要放棄title跟right 就好了 但是日本天皇那時候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放棄台灣 他是放棄title right跟claim 為什麼要多放棄一個claim 所以這英文要讀通 他放棄title跟right 是因為殖民地 所以他只要放棄他的主權 跟他的那個名稱就好了 他不用放棄他所有的主張跟請求權 那個claim 日本天皇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他要放棄這個 但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有沒有指定收受國 沒有 所以台灣現在掉在那裡 沒有指定收受國 所以台灣一直就是在美國軍事佔領之中 那等一下我們都有文獻 我們告贏美國 我們就有很多的文獻可以讓各位看 等一下都有文獻讓各位很清楚看 我先開中筆記讓各位知道 台灣現在的國際地位絕對不正常 我們回到那個我們的主張 你要了解 那個主張 我們是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根據國際法理 給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款 美國總統要有台灣的簽名款 美國總統有進行孫萬國公法 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 台灣的地位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正常 請問一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亞洲地區打得最猛的是日本 歐洲地區打得最猛的是什麼 德國 對不對 德國一下佔吞 並吞波蘭 一下並吞法國 一路 連這次世界足球賽 昨天晚上12點 德國跟法國還是大戰了90分鐘 一球定江山 法國又輸了 奇怪法國老師打輸德國 法國在友誼賽 怕gay 贏得比德國多 他們根據過去13次交手紀錄 德國跟法國在世界杯足球賽 13次交手紀錄 法國贏得比較多 不過都贏在友誼賽 正式比賽世界杯足球賽 法國只贏過一次 到目前為止紀錄還是一次 所以他跟德國怎麼打怎麼輸 德國不管是清皇不接還是 那個什麼就是有辦法贏 那個日耳曼民族就是很強悍 他一下打敗了法國 一下打敗波蘭 所以這兩個政府通通流亡 法國政府流亡到哪裡 倫敦 波蘭政府流亡到哪裡 也是倫敦 奇怪 為什麼法國政府 波蘭政府流亡 怕輸 帝國都要跑去倫敦 為什麼 請問一下各位 我講北京話 德國第二次世界打敗波蘭跟法國 結果波蘭跟法國 他們都成立流亡政府 流亡到倫敦 請問一下為什麼他們都要流亡到倫敦 為什麼 你們都沒有好像念歷史 還是念過去 反正中華民國歷史 念了就還給老師 這是世界歷史 因為 有一個英吉利海峽 因為英國還沒有打輸給德國 他們就先落跑到英國 很簡單 如果英國也被德國打敗了 英國也要成立流亡政府 就是因為英國那時候很屹立不搖 隔著一座海 跟德國那邊叫囂 嗆聲 然後英國去找美國合作 所以德國一直沒有攻佔英國 所以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波蘭流亡政府也在倫敦 哇 真的事情大條 倫敦有三個政府 一個英國政府 一個法國政府 一個波蘭政府 阿倫敦市民要聽誰的 請問一下 倫敦市民要聽誰的 當然是英國的阿 請問一下 法國流亡政府要選總理 他會叫倫敦市民去投票嗎 波蘭要選 波蘭政府要在倫敦 選流亡政府的臨時總理 會叫倫敦市民 會叫法國人去投票嗎 不會嘛 那你為什麼要去投票 所以你是不是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搞不清楚狀況 你被騙了69年 我很感謝我爸 我就突然醒過來了 如果沒有這些法理的概念 我根本醒不過來 我要一心一意想說 台灣到底怎麼樣才能夠重返聯合國 中華民國怎麼樣才能夠在聯合國 再繼續佔有一席之地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對2300萬人不公平 世界衛生組織講的是 全世界都要納入衛生體系 為什麼台灣人就不納入衛生體系 台灣人就不是人嗎 台灣人不是地球人嗎 台灣人不是人類嗎 下午你就很清楚 徐格林徐教授會告訴各位 台灣人怎麼遷徙的 台灣人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全部都是雜種 真的他們都是混血過來的 有那個從那個非洲島系 這樣移來移去這樣 台灣也可以清楚他的那個歷史 結果全部的那個遷來遷去 很多的169路線167路線 全部匯集在中國 所以中國是很多的 移民潮的生下來的 我跟各位講 剛剛那個概念各位清楚嗎 中華台北他的詳細的民間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也就是說馬英九只有管台北而已 其他管的地方都不合法的 他的管理地區只有在 這是真的只有在天龍國 我們其他地方只要離開台北市 就不受他管 因為在國際上只承認他管理台北 國際上只承認中華民國在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請問一下現在倫敦如果要選舉 倫敦市 剛好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剛好又有法國政府 剛好又有波蘭政府在那邊 倫敦市民 他們會去要求法國市民 要求那個波蘭市民去投他們的票嗎 不會啊 你們流亡只是寄居在這裡嗎 當初流亡政府來到台灣 他們也是寄居在這裡啊 當他們宣布 要把台灣人所有的規劃 成為中華民國國籍的時候 也遭遇到很多國家的抗議 那時候美國還詢問 親自詢問 這都要機密檔案 親自詢問菲律賓總統 那個杜努門總統說 他講得很清楚 在國際上只有 在國際上一個國家 罵另外一個國家的元首 除非真的很嚴重 沒有那是很失禮的一件事情 可是美國的杜魯門總統 他親口說過一句話 蔣家一家都是賊 清楚了在歷史上都有檔案 所以他說 他就跟菲律賓總統說 可以讓蔣介石流亡到菲律賓嗎 也因為他講過這句話 所以菲律賓總統說 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 但是你說過蔣家一家都是賊 所以呢我只能收留他們 兩天 他們可以流亡到菲律賓馬尼拉 成為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馬尼拉 但是只能流亡兩天 兩天之後他們就要離開 因為他們蔣家一家都是賊 他們來臺灣也是很丟臉 臺灣那時候有陳怡 那時候有孫力人 蔣介石日本已經打到重慶去了 所以蔣介石飛飛飛飛 他飛了很多 飛了很遠 結果他飛到哪裡 各位知道嗎 奇怪他那是飛機是不是不會導航 那時候沒有辦法飛到松山機場 飛到澎湖機場就降落了 因為他不敢來臺灣 臺灣有陳怡啊 臺灣有那個孫力人啊 他如果來了以後被軟禁了怎麼辦 所以他那時候就在澎湖 請他老婆宋美玲 這個都在戰爭史裡面都有寫 請他老婆宋美玲 飛美國 請那個駐美代表顧某某 在美國雙向緣好好的運作 希望美國可以讓中華民國 流亡到臺灣 在那個時候 宋美玲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宋美玲真的是中華民國的救星 中華民國的救星 中華民國的歷史偉人不是蔣介石 是宋美玲 因為宋美玲真的是犧牲很大 他到美國他沒有住在雙向園 他直接住進去白宮 然後晚上跟羅斯福好好聊一聊 羅斯福第二天就說好吧 蔣介石你可以到臺灣來 很犧牲的 這歷史檔案裡面都有記載 所以證明羅斯福很喜歡東方美女 然後呢 蔣介石 孫立仁就直接飛到澎湖 孫立仁飛到澎湖以後說 永遠效忠蔣介石 所以蔣介石就搖搖擺擺 風風光光進來臺灣 他進來臺灣第一件事情做什麼 軟禁孫立仁 狡兔死走狗篷 孫立仁就被關了一輩子 陳怡也沒什麼好下場 然後蔣介石就開始當臺灣的殺人魔 他是臺灣的大魔王 1947年2月28號發生 228事件之後 到兩年之後 臺灣省政府統計 在日本時代有戶籍 兩年之後 在臺灣已經戶籍不見了 死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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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多少人各位知道 各位知道嗎 正確的數據 那都是臺灣的精英 那些人 會到日本抗議 會到美國抗議 都知書達領 都是臺灣的知識分子 知道說 中華民國違反國際法 那個時候我們還在抗議 希望日本天王可以救救我們 那個時候消失的臺灣的精英分子 總共有二十二萬五千人 你去看史料記載 他們說幾千個幾百個 他越講得很少 蔡裁員蔡老師 他是親身經歷的 他那時候說 他在警備總部地下一樓 被嚴刑拷打逼供的時候 逼供到很累 打在桌上去睡 聽到地底下傳來哀嚎的聲音 他說 他說 他就問老兵說 你的電腿不是跟地下一樓 怎麼會有人在抗 他說有啊 他還有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那就是你們臺灣的所謂的精英分子 不聽從我們中華民國的命令 我們那邊老兵在練首例 他說什麼 他講真的喔 電視一個五塊 電視一個放水樓 直接放下水道 五塊 他們在那邊練腕力 殺死我們那些醫生教授老師 這是我們永遠要記得的 他用戰爭法 他說我們違反戰爭法 因為我們在叛亂 那時候讓很多 因為國際現在通訊沒有這麼發達 不會像六四天安門 到現在三十年四十年都還在紀念 所以那是我們臺灣歷史上很黑暗的一夜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一樣 表面上順從他 但是我們要連結美國跟日本 讓臺灣的國際地位早日正常化 臺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才有人權 我們才有被醫療的權利 我們才像個人 我告訴各位真的 我已經48歲了 明天剛好48歲生日 這48年來 我從來不碰政治 我也不想碰政治 我覺得兩個爛蘋果 我從來沒有去投過票 他選什麼我都沒去投過 我不想進去那個大染缸裡面 我今天在這裡 拜託我們各位本土臺灣人 我們第一堂課要下課 在這裡拜託各位 我們要趕快醒過來 我們真的不要再繼續 真的沒事你去看一下心理醫生 看你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好了沒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臺北 中華民國不在臺灣 你好了一半了 你如果更清楚知道 我們是日本臺灣人 我保證你已經全好了 你從心裡面 已經知道自己是日本臺灣人了嗎 你從心裡面去認同他了嗎 因為臺灣永遠都是日本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除非你今天離開臺灣 就算你移民到國外去 你還是日本臺灣人 你還是日本臺灣人 這是我的長輩們他們告訴我們的 我們永遠都是日本臺灣人 當你很清楚知道中華民國不在臺灣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不用再繳稅給中華民國 不用為中華民國當兵 我們參戰參政是為了日本 當你很清楚知道 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才算醒過來 當你醒過來之後 你要做什麼 你要知道什麼 你要去傳遞什麼 我們下一堂課 再跟各位慢慢分享 我們這堂課先休息 謝謝 各位同學先下課休息10分鐘 下課休息10分鐘